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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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們由凱龍男子的宿舍 今天我們有男子 他的料理的是 吞哥拉麵 對 小嘎以前在小時候 他其實不太喜歡吃拉麵 而我們也會覺得 那個拉麵 看起來很鹹 所以都不太讓小嘎吃 但慢慢的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他越長越大的關係 所以他越來越喜歡吃拉麵 所以我們今天就找到一間 這樣 屯哥屋台拉麵 小嘎你知道什麼叫屋台嗎 不知道 就是日本的路邊攤 他們都會用一個木頭的 木造的東西 然後放在街邊賣 這邊路邊攤是吹那種 就是鐵的對不對 車車 對對對 啊我好像看過 對然後日本的那邊是 木頭裝的 他就會比較有日式的感覺 所以我們這次找到的這個屯哥拉麵 他除了現場之外 他其實也有出 冷凍包料理 媽咪你看 這是他的麵 小嘎 他是那種真空真空的 會在手吃 對你看兩個叉燒 這個叉燒好像是你喜歡的 好像是還蠻好吃的樣子 對然後他的湯底 長這樣子 特別是凍血 沒錯 然後今天就有一個是 臀骨的拉麵 然後一個是 我們沒有吃過的 乾的拉麵 乾的拉麵 我說乾的拉麵 我聽過乾麵 但我沒有聽過乾的拉麵 對 所以我們待會去煮煮看 看這樣的東西 小嘎是不是喜歡吃好嗎 嗯 那小嘎 你好像沒有辦法幫我什麼 幾乎都是 隔水加熱就處理掉 對嗎 我們就準備進入料理完結了 就這樣 GOGO 今天這個料理其實也蠻簡單的 因為 他都已經做成料理包了 菜共會有這個麵 然後兩片叉燒肉 這個應該是他的調味料 他的醬料 跟他最重要的湯汁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乾拉麵的部分的話 應該就是醬料跟拉麵而已 所以相對簡單 我待會我會把這個叉燒肉 湯包的部分 先丟下去隔水加熱 那麵條的話 我會把它拆開 然後用滾水煮的方式 那首先就是 先把隔水加熱的東西先搞定吧 好 OK 那我們隔水加熱就不用理他了 我們就開始準備來煮我們的麵 麵的湯滾了 現在我們就來下面吧 那麵看起來就是他整一團的 好啦 滾下去吧 好 那因為拉麵的部分呢 我們家喜歡吃的稍微 軟一點點 所以我會煮大概差不多 兩分鐘到三分鐘的時間 OK 現在麵好了 我先把麵撈起來 我現在先把他的醬料的部分都先加下去 這個看起來應該是干貝小魚乾之類的 他應該是調味粉 好接著呢 我們就把叉燒放下去 他看這個水加熱完 把它倒下去就好了 這碗拉麵就完成啦 等一下我們就試吃看看吧 我們做完了讓小嘎試吃 那首先 我也不知道哪一個會比較鹹 所以我讓小嘎先吃乾拉麵的部分 小嘎我目測看起來 他的麵條比拉麵還要出兩倍 對 好像有對不對 好帥喔 我沒有吃過乾拉麵這種東西 你不覺得他乾拉麵其實有一股海鮮味嗎 這叫海鮮味喔 不然你叫什麼 酸甜味 那個乾拉麵其實我覺得他 有一股那種有點像柴魚海鮮 那麼為了融合日本的 因為這個是日本的嘛 對 所以我們就 開動 好吃嗎 好不好 應該不用多說介紹了 小嘎很愛 小嘎你吃乾他的肉好不好 他的那個叉燒肉 感覺不錯 這個肉的那個 香味已經怎麼到這裡裡面去 我覺得 我沒有吃過這種東西 所以我們之前吃的拉麵跟這個味道不一樣 我們之前都是 這個肉是單一的口味 這個是單一的口味 這個肉的味道已經把它弄到麵裡 跟湯裡面去了 或不是因為他是豚骨的啊 因為叉燒肉他其實是另外放下去的 我們沒有把它一起煮 所以可是他叉燒肉的味道濃進去 是不是 所以這一碗是你很喜歡的拉麵嘛 這個肉之前很喜歡吃的是跟 那個海帶的 有個拼嗎 喔 對因為小嘎之前其實喜歡吃口味比較輕的 還帶口味的 這個重乳口味的拉麵 他其實吃的稍微比較少一點 但我覺得好像也不用介紹他的口味了 看小嘎這樣子吃 應該就是超好吃的意思 今天的男子漢料理就到這邊 然後這個也超快 因為他基本上 東西都好了 麵我在煮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是已經熟麵 至少七八分熟的麵了 所以他煮起來也蠻快的 東西都是隔水加熱 東西全部倒一倒丟一丟 正常來說 如果有稍微退冰一下下的話 應該差不多五分鐘左右 就可以把整個 東西全部做完了 所以還蠻符合我們男子漢料理的精神 對嗎 五分鐘啊 那個煮根本不用多久 那為什麼這邊呢 因為我還要拍照 好OK 那我們今天的男子漢料理就到這邊 就這樣啦 GoGo